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早晨,早晨,早晨,Steven 昨晚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全线收升 都升近1%左右 其中能源股就特别强劲 因为油价都高企 至于另一个亮点之外就是中概股 昨天热门中概股就延续反弹势头 当中拼多多就升超过10%就跑赢了 而也带领着很多我们看到 今天港股上市的中资科网股份都做好了 这一期就在国家全力支持之下 找经济,找经济,找增长 大家也都已经见到他们的口风 加上一些落实的政策出现改变 市场对于现在中央去 起码短期内 应该暂时就不打住了 不打住甚至是提振 有这方面的憧憬 导致就中资这边的市场做好了 甚至如果说北向资金 大家会演绎为外资 或者是一些聪明钱 北向资金也是连续七天 是只流入A股的 都是看着中央开放红利 持续释防 外资都有流入中港股市市场 提振方面都有一些实质一点的东西 因为开头的港并不是很顺 越来越多照 都有些相关的消息 或者口号 最新就是 游戏版号方面 国家新闻出版图 就发布了6月国产网络游戏审批讯息 总共60款游戏是获批的 审批时间就是6月5日 但名单上就未见到 腾讯700和网易9999的游戏获批 虽然如此 但也不要紧 这次没有 大家最主要是整个版块气氛 或者整个经济的气氛 应该是整个政策的风向 大家可以 现在市场都是在炒这件事 没错 如果印象之中 应该是第二次恢复版号之后 就发第二次版号 虽然未有网易和物行信 起码都证明在手游行业上 将会有起飾 新经批出楼 腾讯和网易唯有吃住老板 但基于市场相信 监管暂时都会停下来 其实隔夜就算在ADR方面 腾讯方面 其实都是有持续做好 腾讯方面 看到画面 很快就会试这两个月推荐顶部 或者可以参考4月29日收市377 暂时来说是375 很可能是计美团 网易这些突破了 昨天阿里巴巴就顶顶顶顶 101、102 腾讯现在准备都要充这些377位置 即是计5月头的高位 5月头又行 4月29日又行 那支大阳烛就收377附近 是 都迫近这个关口 刚才昨天阿里巴巴 迫近4月底5月头的高位 未上到 现在都上去 因为昨晚就做好了 如果计收市位4月29日 巴巴收102.1 昨天就未成功 今天一开已经是103.4 如果计日中高位是103.8 都差几格 因为美股那边已经破了上去 所以差几格 这里都应该是今天会上去的 是啊 有机会就好几只大大只那些 ATM这些都是跨越4月底 当时第一次炒作那些科技股 可能放宽监管等等 现在恒生指数都高开出来 高开257点 去到两晚1788点 向上我继续望 2500点左右 美团腾讯分别高开2% 比亚迪都是 阿里巴巴高开4.6% 这些走势相对标青 接下来这个星期发业绩的Billy都上了榜尾 9626就暂时高开了11% Billy的ADR那边都是很强劲 如果是4月底下先 203.6% 因为昨天已经突破了 所以今天又是 立即就列口高开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中概股在那边的交投会活跃 但有时这边升线 有时那边升线 大家两边都可以去 什么时候适合机会就做 如果Billy 4月头的顶 大约是243 去到 又多20元的水平 现在 下个顶去到那里了 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如果这个4月头的顶就破了 其实就是 它做了一个横行底 打了底 再破了区间顶 但是 现在的情况来看 机会都大 Ambrose 暂时没有勇气 没勇气 这一轮 我之前都看淡 但这一轮 闻开都说 不做淡 现在 甚至如果你要选择方向 应该选择做好 如果看恒指 20,700 这里破了 但这个未是那么 那么紧要的关口 比较 有个 启示性的 应该是21,000 21,000 21,000又是 5月头的高位 之前突破完稍微落一些 都在21,000 企运了 所以都是 继续见到 是有资金流入 如果看回刚才说 北向资金 已经连续7天是正流入 正流入A股市场 追评了年内最长的 正流入记录 而且 总共是合共买入的 金额是超过450亿 创了年内新高 有个股上看 究竟 北向资金流入是买什么呢 就有 贵州茅台 中国中棉 赵行 宁德时代 五辆 亦东方财富等等 就是 获北向资金 正买入益 是超过10亿 不过 也有一些是正流出 海洛水泥 曼科A 和韦尔 这些 等等 有不少国股 都是被淨买出的 当然 大家看到近期 走弱的股份 为什么没有科广股呢 因为科广股在港股这边 所以就不用北向流入去买 大家就儘管留意一下 资金北上买A股的行程 好像就几突显出来 可能真的是政策用利 当美股方面 仍然隔夜还在说 那些能源高涨 超级通胀的问题 继续困扰 又要赶着加息等等的因素 内地方面 现在是一味炒重启 救经济 政策等等的因素 除了科技股很强势之外 ATM 这些 不独科技专美 可以见到 比亚迪 高开2.2个百分点 他都有消息 他的市值 现时 挤身全球汽车厂 Top 3 当然 第一就是Tesla 虽然在下跌 第二就是Toyota 第三本来是大众汽车 但现时比亚迪都挥低了 现在成为全球第三大 市值计的汽车厂 今天都可以高开2% 进一步就挑战 300元齐头关 如果计年日 上一次就是301 6月6号的高位 今天也都是 基本上是在试 现在因为一开已经300.4 试这个位置 再挑战呢 其实他都很逼近历史高位 就是317 如果开市是319 你的日中高位是324.6 都很快就逼近挑战这个历史高位 都非常之强劲 在全球这个逆风之下 他无论你是跟外围的相同的板块比 或者你跟港股的其他股份比 都是强劲 完全是一只逆风的股王 很大程度上都是 因为中央的政策 因为这个是他们重点一个提振的板块 其实之前一路出的数据 是不是那么好的 整个行业都不是那么好的 他就不停谷 谷到来要去挑战新高 所以这一期就真的 我想很多整体上 就是政策上做利好的股份 或者其实整个港股 都是有受惠的 政策上利好 因为很多板块消及了 当然车这个真是一个重中之重 所以他们就特别是有受惠的 特别多的一些措施 最新都有其他的退税的措施 真的很多招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口号 和不同的实质的东西出来 最新就新增退税1420亿的 有两个部门就大发红包 批发和零售等等 七个行业是被纳入的 因为大家之前就担心这些 消费率其实又是 业绩又一般的 成本又高企的问题 现在为了应对经济行的压力 都是着力找市场就业 国务院就决定进一步 加大楼底退税政策力度 将批发和零售业 龙林 木 鱼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 娱乐业等等 七个行业就纳入了 按月全额退还 增量楼底税额 一次性全额退还 就是全量楼底税额政策范围 如果比较零售 或者是餐饮业的 大家都比较有几个上市的 包括就是9922 整个板块都在年日的反弹之中 如果9922也是这个板块里面 比较特别强的一只 就是这个3至5月的平顶 这个区间顶17.62 之前又是之前破了 然后上去落一落 很快都是站在找这个区间顶 然后反弹 即管都看着 这些消费 内需 受到不同的政策提振 包括汽车 包括放入口 包括衣服鞋里 这些都有忙去做好 刚才看了汽车 看了食物的 都顺便看了李宁 李宁也是在过去这段 尤其是在4月到现在为止 这一个多两个月期间 在北水南下 占仓方面 几乎一个塌 现在去到两成过外 坐牢坐在这里 现时有个突破下行的走势 虽然军线未曾有任何的黄金交叉去确认 但是 尽管看看他可不可以 持续地受惠的市 看看3月份反弹的顶部 69.2这些水平 作为一种叫做国产品牌 说不定618 救物节可能都会买这些 国产波鞋等等 体育用品 留意一下销情 好了 现在差不多开市 刚才说过 恒生指数高开257点 我们去到广告 稍后看开市和答问题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恒生指数现在升233点 跟刚才开始的情况差不多 大家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问 继续是可以留言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YouTube上面先 Joy说9988 100元有货坐了很久了 回到加上网多少 现在103.1 100元有货来说 应该不算坐了很久了 因为100元应该是 你最多都是 正常都是 上一年尾 上一年尾 其实都不是很有见100 其实都是今年才买 真的不算坐了很久了 那就好了 现在呢 刚才说4月底的高位 102.1 收市计是102.1 中高位计是103.8 你看今天先破了103.8 今天破了103.8 或者今天收到102.1以上 接着就可以看回 3、4月的高位大约114 115左右 继续持续持续 等了不久了 等了两三个月了 你应该 继续看科技 Sill Cat 他就问快手 他说快手已经三底升穿颈线了 现在看到了 画面上 10天、20天线升穿了50天线 业绩过后 都是趋于一路上升的 来到90元这些水平附近 中间颈线应该就参考85 再上升的话 当然看另一条颈线 因为一样有个大型W 当时另一个关口 就是98.8 所以上网98.8 当然 如果最快想锁定利润的话 就不要让他回 不要让他回 意思是说 要站稳85 看98.8 阿芯说 这个也是近期比较弱的板块 914海螺 他说 43.5有货 再上什么位才指呢 如果你这里来看 就是破三月底 好像破三月底就很严重 因为连恒指都没有破到三月底 但是如果你看回 因为他们是有派息的 水泥股 派息也都不错 看他最新大约是多少 有8%的息率 如果你扣除派息的话 三月底就大约是32.4 而其实这一次 都是去32.4 都叫做跌运 未算是 未算是 有启动 但OK 如果你不是那些 最短线就是 一有回即斩那些 那些你手到现在 其实你应该是比较 持久的这个类型 或者有些甚至是 直接摆到收息的 这样的类型 这样的话 我觉得继续持利用它 反而 但就不走 如果真的 见到它跌到 你是跌的时候 见到它开始 走向下 而才要 指旋 但其實我覺得暫時可以拿著它 留意一下近來很多內地 尤其是一些大行都在說 水泥旺季不旺 關注一下需求的情況 因為好幾隻包括中國建材和海螺 都在除淨之後還有下跌 未必只是因為除淨的因素 到這裏要大家自己看好一些風險 Terry就說以269若明可不可以追呢 因為事暫時來說都繼續做好 大家又不怕調控 所以股價方面都有3%的進漲 都可以的 其實現在簡單說就是誰鬥大膽 在不太需要擔心短線有調控的情況之下 有些弱勢股都馬上被追上來 當然第一站會看一個比較三個月的重要頸線 又是69.5毫半 這個位置69.5毫半 先看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升得穿的話 就可以再去加注或者再追 那時79.5毫半 那時79.5毫半 就有兩次站著兩次的大支持區 不如簡單點記住 先看69後看79的行程 基本因素就 未有個別企業方面自身的消息去配合 純粹是炒氣氛恢復 是 Ambrowse就說 7.5.6.8毫不買呢 就是這個納子的反響 那納子這期就不是真的那麼弱 現在這個看看最新 有了現在會動的這個期貨的表現 這個林一百期貨就不是那麼弱 始終你在一個反彈之中 之前不是債息有升 有上升的 最新昨晚都下跌 所以這裏有個詮釋空間 你可以看著這個區間 納一百期貨現在是12734 至12942 如果它向下破 你先用這個12942做指示 去開膽 但現在暫時來說 就不是很膽 整個字是跑輸了廣股 但它就真的不算很淡 現在暫時來說 是 大家之前就 當然 市場習慣了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到處找東西 但是都要正視一下短期 現在市場又不淡了 變了就 可能除了 instead of 你去找東西 想一下有沒有東西炸 當然我就不主張說 什麼都可以炸一餐 但是呢 都要看下有沒有股份 真的有轉強 又算到下 只虧價的 那就儘管去做一下先 起碼不要急著去沽 不買都 Judy就問基建股份 其實鐵路和水泥 最近 如果你計算 剛才所說 北向資金 點點點 就是說外資怎樣去買A股呢 有些啟示作用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原來最近北向去沽水泥股份 基建類別的股份 其實都非常兇猛 換言之呢 他們可能有一個 板塊輪動的情況在這裡 現在就炒內需炒 甚至乎新經濟 就脫氣之前 一直都在高位的一些舊經濟 尤其是基建 所以就看看 390 較早之前一直都多頭 當然現在都是多頭 但是呢 它橫行一個大概的支持位 在大概5.3 其實第三日失守 如果你再看前頂呢 那麼5.1附近呢 其實它現在要測試 最好站住 雖然它前頂就5.1 同時又有一條50天線 其實曾經都可以穿過半月都上得回來 這些全部都是大家要參考的 但是呢 很明顯資金短線呢 就暫時離開了先 那麼如果你說未買的 那麼當然等下先 高價有貨的 溝不溝還是走還是等呢 那麼我覺得呢 我不知道你多高價 如果理由真是 我當10元 我其實不記得它以前多少錢 我記得2015年年中 中車合併的時候 就全炒得很瘋 好了 那麼如果你看到這些多頭 都出回來的時候 那當然與中長線來說 照等吧 不等都等了這麼多年 如果你說不是 我最終都是想著 誒 彈到這麼上下 輸少當贏 我都很想跟著市的節奏 你看著5.1前頂位 如果真的都保持著 那過一段落其實都無妨的 儘管追一下換馬去其他的板塊 是 然後 Vin Yen Lee 他就有三百零零 看看 前景如何 就上網幾多 這個也是曾經有經歷過 暗庭牌的風波 但是這一期呢 因為板塊氣氛做好 也是有 首先國家也有號召支持這個板塊 就是搞了很多的新能源下鄉 那支持光盆新能源 那尤其是上游的價格高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中上游的行業 是會特別受惠到的 港股就是三百零零 一七九九八 這兩隻小隻 那你ETF就cover一些龍頭 就是三百三四 那而三百零零這一期呢 是兩個白後果突破了 就是三月未有高位 那現在再上下個位 這也是比較重要的位 就是三百零零零 如果這個可以上去 其實你可以才去想 是不是突破區間 有個見底大聲勢出來 那暫時你先看這關 這個都重要關口 三百零零零零 下面的防守就未有著的 如果你要硬定的話 兩個七毫半 其餘兩個七毫半都OK Judy follow up 剛才說很高價 買了三九零零 其實是五個四十七 其實這浪都頂過 其實你失了三天 不過你就要看看 究竟你五個一的位置 你會不會離場 另外呢 昨天都有人問過 就是一八八八 這隻堅塗即層板 現在可不可以入 我還是要再提醒一句 因為公司方面 就認真悶 和沒有消息 所以就不予短炒 如果你貪他的息的話 其實他和一四八 都是很好息的 中長線就持有他 現時那個軍線的樣子 都是屬於英俊 不過現在看上去 他就沒有什麼聲勢 暫時還是大橫行 施頸線等等的行程 放遠一點點看 Patrick說3690上網 這隻都是科技股入面領先的一隻 也有支持消費的概念在 上網呢 現在應該看回一月年頭的區間 看回二月中的位置 220.8左右 都迫近近的 現在都206.6 下個頂就220.8 你的防銷位 現在可以擺178.5 接著就看這隻冷門的 影客 Tim Chan 就說3700 短視頻股炒落後 你當它快手炒 當然了 市值交投各樣東西 當然就不是那麼理想 都是很二三線的 其實這些我覺得有少少賭博成份 等於昨天升日二卡 老實說 屬於一些農美股份 如果現在一些人說ATM 但你又覺得升了 你去隨便追一隻農美 昨天你健康的升價241 但問題在於把握性 就是你純粹去搏 搏什麼 搏整個指數炒在垃圾的都會動 可能是這樣的心態 但我覺得這樣的心態 其實不是那麼對的 所以去做一些有明確轉強 有基本因素 政策 拿官或者是業績 去配合的 就好過這樣去試 因為未必真的一定會跟 可以整條尾不跟都可以 只升幾隻都夠 他們權重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所屬 簡定的 試一下可不可以彈到四月份的頂位 大概過六 現在都幾多選擇 即是你當你撇除所有東西 原不信就有得升 那你就要找些有資金跟進人 即是你不管它是什麼 不管業績 最重要是資金 6618 Terry就說 10天線升穿20 然後升穿50 即是起了黃金交叉 好買 這些就真的 如果你說 它又不是那些小價股 但相對是一些比較小的科技股 那就是有些資金跟進 還有如果你對比大健康的板塊 它也是241 183 另外那些都有動的 但6618是特別明確有個突破 即是四月底 這裏50.55 有突破了 還有你那些線 都出了黃金交叉 現在就到了這個四月頭 就52.75 其實今天到現在算是突破了 那你最好今天收穩 都是或者日中突破55 已經是一個正式突破的了 那OK 那看看 咦那怎樣擺先 三十八個五毫半才是它的支持位 那應該太遠了 如果你以這個來說 你要擺一個最近的支持 就可以用四十七個四毫半做指示位 即是如果你做得最短的話 好了 現在九點四十五分 恒生指數仍然是好升 升二百七十點左右 去二萬一千八百點附近 整間榜上面 就ATM都好 阿里升幅就百分之五 美團都緊隨其後 四點七個百分點 Billy繼續升百分之十 都有一些剛才未曾上榜 好像百度那些都在上 整體都氣氛做好了 好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待會中午再和大家看市場 拜拜